人人都说京城柳家大小姐 牙子必爆 风批阴狠 可她独独对我温柔体贴 可十周年纪念日那天 她却和别的男人彻夜约会 还弄丢了我们的婚戒 后来我放弃一切远走他乡 她追到医院 求我从包里掏出戒指 碰到你眼前 戒指 我找回来了 身边的人 我也都处理干净了 你别不要 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真知道错了 我把癌症晚期的诊断单 放到她面前 柳如烟 我没几天了 算了 不出意外 她没接 黑漆漆的屋里 只有茶几上散落着几张照片 照片里有的宝贝 正和别的男人肆意亲吻 那人的手轻易地揽着她的腰 是启博达呀 记得就是这个人 曾经用很不屑的语气对我说 先遇到她又怎样 爱了那么多年又怎样 还不是在你最爱她的时候 抵不住世俗的诱惑 她说这话时 是我第一次撞见她和柳如烟 亲密在一家商场 她给她挑腕表 这几年 柳如烟参加各种宴会 身边的人换了又换 但只有这个人有本事 一直留在她身边 我假装看不到她们娇我的手 看不到柳如烟脖子上的印记 我没出血 不敢出现在她们面前 也不想要柳如烟的解释 会好的 我安慰自己 柳如烟只是玩一玩 会回来的 我比谁都清楚 她有多爱我 柳如烟自小便是天之娇女 家境优越 父母在政界的地位举足轻重 上头还有一个哥哥 宠着 是我一辈子也到不了的阶层 可就是这样的小公主 为了跟我在一起 不惜与家里人闹翻 受了不少诟病 她朋友说 我吃软饭 靠着柳家上位 她知道后 执了那人一条胳膊 她不许任何人侮辱我 甚至骄傲的公主 在我们冷战时 会主动放下身段 拿着性子哄我 所以我睁只眼闭只眼 这几年她在外面乱搞 我也没说什么 她带着几波打出差的时候 我也没说什么 她背着我偷偷陪 那人跨年的时候 我也没说什么 但在今天 我靠在落地窗前 等了大半夜凌晨十分 柳如烟回来 她轻车熟路的 绕到我身后 从背后抱住我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我的声音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抱歉 阿伟有点事耽搁了 她亲了我一口 说笔物什么的 已经让秘书准备好了 与其依旧温柔 可明明很久以前我的生日 我们纪念日 她都是费尽心思准备 阿伟 这个你喜不喜欢啊 阿伟穿这身衣服最帅了 我的阿伟自然要用最好的 不然怎么配得上 我想起大学时期 有次约会 自己冬的小脸煞白 却不忘抱着我的手 往里哈热气 现在呢 现在的柳如烟 依旧跟我道歉 可与气里充满了随意 应付不真诚 我敷衍她 却像突然露了衣 拍那个位置空荡荡的戒指呢 你戒指呢 我们的戒指 我亲手课的戒指 在芝加哥的大学里 被抢劫了 即便刀底在脖子上也要死 死户着的戒指不见了 正巧这时柳如烟电话响了 我撇到了上面 一闪而过的记字 疯了班读过她的手机 狠狠地置了去 出去不准接她 大概没料到我这么大的反应 她先是一愣 然后毛子里涌上浓浓地不愿 不就是一个戒指 丢了再买不行吗 丢了再买 戒指丢了能再买 那人丢了呢 我笑了笑对她说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离婚两个字 似乎极大的刺激了柳如烟 她不可置信地望着我 你再说一遍 是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闹得最凶时也没想过分开 柳如烟眼眶忽然红了 她一难受就狠狠刺我 轮得到你提离婚吗 杨伟 你以为你有什么好的 这么多年 我早就受够你了 你别后悔就好 话一一落摔门而去 受够你了 杨伟 我受够你了 早就受够你了 我慢慢跌坐在地上 脑海里自虐般 不断回放着她的话 大小姐可真会猪心啊 我心脏泛起密密麻麻的疼 其实柳如烟脾气一直不好 跟她在一起前 就有朋友提醒过我杨伟 她们那种大小姐 都是玩玩的 爱你的时候 把你捧在掌心 没有爱了 本性就暴露无疑 没有人能始终如一的 原来我们也不例外 腹部好痛 我蜷缩在地板上 实在爬不起来 就这么凑合地睡了过去 梦里我梦到了年少的柳如烟 她站在花树下 红着脸跟我告白 阿伟 我们在一起吧 我会对你好的 我只喜欢你一个 她抱着我胳膊 眼睛亮晶晶的 那么真诚 那么热烈 一滴泪 不知什么时候 不甘心地顺着脸颊滑落 这一觉睡得很不踏实 我被电话铃声吵醒 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脑袋昏昏沉沉 我猜应该是感冒了吧 电话那头是我的主治医生 希望我尽快入院治疗 住院吗 我的父母亲人 一个个都在医院走了 医院之不好的人太多了 我又一次挽拒了她的好意 准备打车去医院拿药排队 等药时 一道差异的女生 从身后响起 杨伟 我转身发现是童话 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过 准确地说是我和柳如烟 正是在一起后 我们就没再联系过 童话显然看到了 我手中的单子 这又没说到 你过得不好 我们在医院的走廊 坐了一下午 我这才知道 我的主治医生 是童话的舅舅 他最近刚回国 火烧云 漫天的黄昏童话 坚持要送我回家 车内谁都没有先找话题 气氛有些尴尬 快到小区时 他才开口 杨伟 我有点后悔 当初没坚持下去 坚持什么 因为昨晚吵完架后 他应该很长一段时间内 不想看到我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他冲出来面色不善地问 送你回来的是谁 我捏紧提着药的袋子 他没有问我去哪 没看到我手里提着的药 也不关心我怎么了 只是用冰冷的 怀疑的语气询问朋友 什么朋友 柳如烟拽住我 不依不饶 你什么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是童话 你认识我厌烦的达到 童话和我是同学学生时代 又是一个社团 没少打交面渐渐的 小姑娘对我有几分心思 正因如此 柳如烟不喜欢我和童话走近了 每次只要提到这个名字 就足以引发一场战争 果然 他边点头边往后退 我就说你怎么突然要离婚了 是因为他吧 柳如烟又凑近几分 笑得有些残忍 你们什么时候搞到一起去了 这话太难听 我猛地望向眼前人 语气都冷了几分 你适可而止吧 别侮辱人 我侮辱你们 他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般喊道 他看你的眼神 只要不瞎的人都能看出来吧 亏你还觉得昨晚的事情 是你对不起我们 你想回来跟我道歉 可是我看到你们俩在大学的时候 就发现你们偶断思连 怎么现在要离婚了 这么快就找好了下家 我倒是不知道你本事大得很啊 我本事大不大 不是你说了算 我恨不能给他一个巴掌 气得直哆嗦 那你呢 有什么资格说我 我找出那些照片甩到他跟前 你自己又干净多少 我本来不想让这么多年的感情收场 非要闹得这么难堪 我冷冷地笑 柳如烟的毛子里闪过慌乱 他上前哄我 对不起 阿伟 刚才是我太生气了 你知道的 我本来就不喜欢别人走了 地上的照片被他踩在脚底 柳如烟放软了语气 我会改的 阿伟 我不会再出去玩了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你别和童话在一起 你跟他在一起过吗 最后一句成功引我发笑 都这时候了 他想的还是满足自己的占有欲 他意识不到他错了 也看不到我们之间的问题 算了 左右也没几天了 这样什么呢 我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 你放心 我不会和他在一起 但我们还是离了吧 你不是早就受够我了吗 不是的 不是的 他连忙否认 又凑上钱 那都是气话 是我瞎说的 你别跟我闹了 柳如烟点脚吻了吻我的唇 我知道阿伟最舍不得我 我们不闹了 好好地过日子行吗 阿伟 我爱你 我们重新来过 这张唇 不知道吻过多少人 我心里直犯恶心 但他勾着我不让我后退 一点点地加深这个吻 这么多年的感情 阿伟真的舍得说扔就扔吗 我失笑 他未免太高看自己了 不就是十年吗 我原本的计划是和柳如烟彻底 分了后去南方的某个小岛生活 那里的冬天不像北方这么寒冷 运气好的话 或许还能看到明年的桃花 可惜柳如烟不依不饶 他随身携带刀片说 我要是赶走他 他就赶死 还扣下了我的身份证和护照 我们的关系彻底决裂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恶化 但在没有大吵大闹 彼此越来越沉默 与此同时 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整日整日地吃不下饭 好不容易吃进去一点 又会全部吐出来 他看到了我身体的变化 也看到了洗手池边的血迹 但他把这一切 归结于我无声的抗议 每每到了深夜 他紧紧地抱着我的身体 在我耳边一遍遍地说 杨伟 求你不要再伤害自己的身体了 我心疼他 被他困死在这座房子里 毫无尊严 这样的日子 大约持续了一个月 童话约我去看画展 我特意选在了柳如烟出差那天 送他下楼时 他神色怪怪的 我心里很烦 担心他看出点什么 毕竟看画展是假 我真正的目的是要离开这里 我和童话约好了自驾离开京城 由于我身体的原因 开不了长途 他会一路送我 我们三天前就约好了 他没有问我原因 知道我想走 只回了一句好 离开的路上 童话开着玩笑试探我 要不还是去画展看看吧 那可是你最欣赏的艺术家 童话穿着牛仔上衣 高腰裤 高高的马尾 竖起干净利落 一如他们初见时 自信张扬的样子 丝毫未变 我忽然意识到 自己很亏欠这个女孩子 我们都是学美术的学生 时代一起看过大大小小的展 甚至约过要一起到 意大利留学进修 但后来因为柳如烟 我放弃学画 也背弃了要一起奋战的诺言 我永远不会忘记 童话收到国外 录取通知书那天 兴致勃勃地来找我 我却告诉他我去不了了 并且连一个理由都没给他 他愣在原地站了很久 我以为他会生气 会发怒 也做好了迎接他怒火的准备 然而他只是说 杨伟 如果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我尊重 没有生气 没有委屈 童话望着后视镜笑意盈盈 去看看吧杨伟 就当和过去告个别 我们最终还是来到画展 童话带着我直奔主展览馆 指着味儿的成名座独座高台 功成名就 这四个字猝不及防 被同时重新提起 随之揭开的 还有那道埋藏了很久的伤疤 记得当然记得 那时候我一心想娶柳如烟 想和柳如烟结婚 我拼了命地努力 拼了命地想出人头地 向柳家人证明 我可以照顾好他 可我太天真了 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 辛苦付出的这一切 柳家一出手便轻易毁了我 他们找人顶替我 出国进修的名额 连我父母的工作都受到影响 我卖不出画稿 全行业封杀 没人敢与我合作 柳如烟的大哥 亲自登门施压 我爸妈都是体面人 受不了他们一口一个屈辱试探 于是逼我和柳如烟分开 不然就和我断绝关系 那阵子 柳如烟为了跟我在一起 差点断了一条腿 最难的时候 我们在北京凌晨的街头相拥 他喉咙哽咽 杨伟 我不会妥协的 你也不可以 我们只有彼此了 永不相赴 我摘下戒指 难受的攻下身子 明明那么难的日子都熬过来了 什么苦都没把我们分开 怎么就还是没有圆满呢 手机恰在此刻响起 是柳如烟打来的电话 我从展厅出来时 下了好大的雨 车子飞逝而过 我的手机一直在响 十几个位阶来电 全是柳如烟的 我没管雨越下越大 这座城市在我眼中越发陌生 最终是柳如烟的闺蜜 给我发短信 杨伟 拜托你接下电话 我犹豫了下 但转念一想 柳如烟要是真出事 柳家人不会放过我们 我自己倒没什么事 但不能连累的童话 思索再三还是接了电话 那头很嘈杂 男男女女的 欢呼声夹杂着酒瓶的碰撞声 应该是在酒吧 杨伟妈 柳如烟喝醉了 在夜眉哭了一晚上 说你不要她了 我把电话给她 你自己听听 电话里柳如烟还在那边大声喊着 她不要我了 柳家人起哄 这是谁敢给柳大小姐委屈受啊 隔几个好好收拾收拾 下一秒 我听到了打斗声 柳如烟的闺蜜惊呼一声 杨伟 你快来 柳如烟她疯了 我和童话匆匆赶到夜眉酒吧 整个酒吧被砸了大半 隔着老远我就听到柳如烟的声音 你算什么东西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给我打电话 阿伟呢 叫她来接电话 她一边喊一边拿酒瓶往人头上砸 一声的煞气 如烟是你叫的吗 你还敢寄照片给她逼走 杨伟呢 叫她滚过来 她一边说一边把酒瓶子往己拨打头上砸 半个肩膀都是血 老老实实地跪在她跟前 周遭一片混乱 好几个人冲上去 邋遢 有眼尖的 看到我 立刻高声喊杨伟 柳如烟的身形忽然顿住了 热闹的场子一下子安静下来 她举着半空的酒瓶 转手 壁上还带着一道长长的口子正往外渗血 怯生生地喊我阿伟 旁边的人都长出一口气 其中一个拍了拍我的肩 幸好你来了 这尊大佛升起起来还真没几人镇得住 我叹息一声 带着柳如烟去包扎 隔间内 往常破点皮都要哭闹一番的小公主 今天格外老实 你不是走了吗 她死死盯住我 嗓音沙哑 我没有出差 我知道你其实去见童话了 她直勾勾地盯着我 你不要我对不对 你彻底不要我了 寂静狭小的室内 我听到柳如烟细碎的哭声 她从包里掏出戒指 放到我跟前 戒指 我找回来了 她轻声说 身边的人我也都处理干净了 你能不能别和她走啊 别不要我 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她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试图激起我的同情心 然而我知道她的性格 一旦得到原谅 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恶劣样子 我不会在上当 我坚定地看着她 最重要的是 以前跟傻瓜一样 舍不得她的那个心境没了 我伸手借过她的戒指 和我的放在一起 然后毫不犹豫地扔了出去 一切都完了 柳如烟你听好 我不爱你了 也不在乎你了 我跟你那十年 就当为了狗狗冷冷地说 柳如烟的笑容将在嘴角 随后视线落在童话身上 她垂眸 一副乖乖巧巧的样子 我心中生起不祥的预感 其实 柳如烟不仅脾气不好 作为京城的大小姐 上面还有哥哥兜着 得罪了她的人 下场都很惨 并且她会百倍奉还 四年前 她也是这副乖巧的样子 然而转眼就毁了 一个女生的半张脸 当时她和别人 在争北海的一块地 那人背后给她使绊子 柳如烟知道后 笑眯眯地约人出来吃火锅 桌上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热辣的火锅油 就浇到了那人脸上 她无视了地上 痛到打滚的人 抽出纸巾擦手 并警告说 属于她的东西 谁碰就让谁生不如死 那次的事件 也让所有人意识到 京城柳家大小姐 不仅脾气不好 还是个牙子必报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主动和童话断了联系 我怕她会受到伤害 事实上 自从柳如烟 从我这儿听说了她几次后 我都看到她明里暗里 跟着童话 柳如烟对上我的目光 摇头苦笑 你就这么在乎她呀 她一圈一圈地缠着纱布 咬唇威胁我 哪儿喂 你更应该明白 我舍不得你 但并不代表我动不了童话 我眸子舒然地冷下来 你敢动她 我不会放过你 窗外雨越下越大 我把诊断单放到她跟前 柳如烟 我没几天了 算我求你 但我走之前痛快点 别再烦我了 南方海岛的气候果然疑人 湿润潮湿 那晚柳如烟到底是妥协了 我和童话连夜离开京城 最终选择落在一处客栈 这里的生活如我想象般美好 来天 我们和老板娘聊天 同她商量 把原来的一间客房 改造成了画室 我们偶尔坐在那里画画 到了晚上就在海边散步 童话尤其喜欢夜晚的海风 一边走一边踩我的影子 小姑娘蹦蹦跳跳的 像月光下的精灵 夜空繁星点点 我停下脚步转身注视她 海岛上的日子过得飞快 这里已经有半月了 我恍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一直意不意去地跟在我身后 记得刚到海岛时 童话过得很辛苦 她经常半夜起身好几次查看我的状况 我不去医院 她就挨家挨户 在拜访岛上最有名的老中医 研究那些晦涩难懂的药材 给我熬药汤 一碗小小的药汤不过一百毫升 她却要在旁边守几个小时 我跟她表示过 不值得那样麻烦耗费心神 更何况我讨厌那些黑乎乎的药汤 光是闻到就犯恶性 有几次送的药都被我找机会偷偷倒掉 后来小姑娘发现了 捧着空荡荡的碗 坐在我门口眼眶红得厉害 杨伟 我只是希望你能活得久一点 午睡起来后已经日落西山 不知道她一个人在门口等了多久 听她这么说 我心里更是难受 自那后再难喝的药 我也是闭着眼乖乖咽下去 我欠童话的太多 如果她的心愿是希望我好好活着一点 我破天荒的愿意再坚持一下 闲闲的海风浮灭而来 眼前的小姑娘催促我该回去了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 明天要骑小店驴带我看日落 还跟客栈的老板娘研究了新菜式 说再过几天让我尝她的手艺 最重要的是她创新了黑乎乎 但药汤味道温和了许多 我笑着点头 心里却盘算着 什么时候该找她好好聊一聊 小姑娘啊 真傻 现在的我除了这一身病痛 还能给她什么呢 我没有猜错 我的身体比我想象中恶化得快 某个深夜 我突发性大量偶血 全身都痛 站着痛 坐着痛 躺着也痛 哪里都不舒服 我从床上摔下去 意识模糊之际 感觉被人抱在怀里 童话的眼泪砸在我脸上 她声线颤抖 杨尾 你答应过我要尝我的新菜呢 你还要看新年的烟花 我忘了那天的最后是怎样结束的 只记得在睁眼时 童话守在我床边疲惫的样子 童话 对不起 我偏过头说道 对不起 又让你担心了 对不起 我可能又要食言了 不能陪你看跨年的烟花了 我摸摸她的头 你这么好的姑娘 值得更好的人 你走吧 别在我身上再浪费时间了 我 小姑娘也不说话 坐在我床边泪流满面 满黄色的灯光下 我无奈 童话 你不能困在过去太久 我比谁都能清楚 她对我这样好的原因 很多年前 东大西门外漆黑的小巷 她身上已经没几块毫步了 那位少女就是童话 而侵犯她的那些禽兽们 一个个排着队 应当的笑声 回想起在巷子里 童话像个破步娃娃式的 躺在地上 身下流了好多好多的血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她患上了中毒抑郁 我几次来医院探望她 医生告诉我 她有高度自杀倾向 那时候我们还不说 我对这位小姑娘的印象 寥寥无几 只知道她是我导师手底下 最年轻 天赋最高的学生 我从别人口中得知 她爱吃零食 经常在课上睡觉 把导师气个半死 为人热络 活泼 明媚张扬 反正跟医院里那个破败的 毫无生计的人截然不同 或许是恻隐之心 某一瞬间 我觉得她不该是现在这样 于是我参与了她的心理治疗 我见过童话最不堪的过往 也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她从深渊重新拉上来 渐渐的 童话越来越依赖我 这种依赖发展到后期彻底变质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也能直面年少的伤痛 可那么好的童话 却总选择守在我身后 她其实不必这样委屈自己 我又一次问她值得吗 小姑娘扬起一抹笑容 杨伟 你不用有压力 我想陪着你 像当初我醉生不如死 跟那段日子你陪着我一样 我熬不过她 日子一天天过 平淡而温馨 直到这天 客栈老板娘神神秘秘地 拉我到收银台 低声道 小杨啊 你最近是不是惹上什么人了 我一头雾水 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 就那儿 最近有辆车 每晚半夜都停在那儿 我特意观察过了 就望着你窗口的方向呢 我面无表情地转身 当晚 客栈内热热闹闹的 老板娘招呼了一群人 包饺子煮汤圆 我注意到童话有些心不在焉 眼神老往我这儿飘 小姑娘脸上的表情 极尽纠结 拧巴过了好半场 才不清不愿地问我 你想见见她吗 我隔着雾气萌萌的窗子 向外望 万家灯火 只有柳如烟一人 穿着黑色的长款风衣 独自依靠在车旁 不过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脸上扬起笑容 不想她爱战 就让她站着 别管她心里 却抑制不住地烦躁 我任由自己 缩进沙发角落 电视上放着 冬至大如年的广告 人间小团圆的回忆 最难摆脱 我渐渐走神 莫名回忆起 二十三岁那年的冬至 因为想取柳如烟 和父母关系的僵化 我一个人窝在出租屋里 吃泡面 当时的柳如烟 也被柳家送出国 呼啸的风中 小公主跟我打跨羊电话 诉过阿伟 我好想你 整整一个晚上 我们谁都不舍得先挂断 隔着时差 隔着一个大羊 思念变得不可控 第二天 我对父母说 去芝加哥出差 偷跑去看她 我们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拥抱 接吻 阿伟 你要娶我吗 柳如烟灼热的气息 喷吐在我耳旁 一路烫到我心底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 在国外领证 以此招式数不尽的爱意 以为那样就是一辈子了 物是人非 我努力抑制自己 不要往窗外看 不要 但我骗不了自己 不管任何时候 柳如烟 只要一出现 就能影响到我腹腔处的疼痛 卷土重来 我难受地闭上眼睛 放空自己 一厘的时间有点长 我是被童话的骂声吵醒的 小姑娘对谁都和颜悦色 除了柳如烟 楼下她正拦着那人 你滚 你还有脸找来她最不想见的人 就是你 骄傲的柳大小姐 何时这么狼狈过 她声音带着哀求 童话 我求你了 让我见见她吧 我这一个月联系了最好的专家 我带她去国外治疗 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 童话冷着张脸 她如果真的想治 就不会离开北京 再说 你现在知道给她找医生 早干嘛去了 杨伟的身体不是一天垮的 我回国后第一次见她 你知道她有多瘦 每次生生厌下 她越来越苍白的面色 携手池边随处可见的血迹 你是眼睛瞎了才看不到呢 童话勾着笑 眼里是明晃晃的嘲讽 您现在玩够了 知道回来了 依然死活都不肯走 她垂着头 童话 你怎么说我多好 可杨伟的病 真的不能再拖柳如烟强闯不行 突然扯着嗓子 撕心裂肺地喊杨伟 杨伟 你见见我 童话面色难看极了 叫了几个人把她赶出去 这里毕竟不是京城 柳家的手也伸不了那么长 柳如烟被人困住手臂往外拖 她拼命挣扎 杨伟 你见见我呀 你说过不会不要我 不会离开我的 你都忘了吗 这一切 我站在楼上听得清清楚楚 却愈发地想笑 难为她还记得我说过的话 可她自己在外面鬼混 跟几伯达出双入队的时候 有没有想起过曾对我说永不相复 哪来的脸 柳如烟一直没珍贵的补品 如流水般往客栈送 我视而不见 大概又过了几天 老板娘的儿子在岛上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参加婚宴的途中 我参到一抹熟悉的身影 几伯达也看到了我 静止朝我走来 我们聊聊 我不想理他 我冷冷到 少恶心人 我 你和柳如烟 你们两个人都恶心透了 几伯达直勾勾盯着我的眼睛 杨伟 他真的挺爱你吗 你还不知道吧 你走的那一个月 柳如烟疯了一样 到处联系医生 专家动用所有能用的人脉 想给你治病 你一句不治 让他的努力全部百废 但他居然也没生气 几伯达的毛子里满是不解 每周他都会从北京飞来看你 即便是热脸贴冷屁股 即便是丝毫不受重视 他依然不放弃杨伟到底哪里好 你到底凭什么 我没搭理他自顾地说下去 这些年我之所以能留在他身边这么久 也是因为我刻意模仿你 模仿你说话的样子 爱好习惯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多让他来看看我 吉伯达冲我笑 四挑衅又四嘲讽 可是要说他真的爱你 可又会跟我上床 我不理他 还是自顾自地说下去 所以啊 吉伯达的眼眸一瞬间很立起来 你必须死 只有你死了 柳如烟才能看到我 当众杀人 我的第一反应是几座大山了 杨伟刀尖落下之际 我听到一声惊呼 下一秒 我的位置被调转 柳如烟替我挡了上去 我们一起倒在地上 吉伯达呆呆望着手中 属于柳如烟的血 笑得凄凉 你就这么爱他 好好好 有保安从远处飞奔而来 吉伯达彻底疯了 他抄起凳子 那你们就一起死 柳如烟叫着又翻身 我钱快的人来不及反应 湿热的血液模糊了我的视线 昏过去前 他最后一句是幸好你没事 柳如烟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三天 并为通知书不要前世地往下发 在此期间 吉伯达被警方带走 要检查出来他吸粉 再加上恶意伤人罪 这辈子是别想出来了 柳如烟的大哥柳琪 甚至亲自过来一趟 要带他回北京 他不听闹得厉害 非要见我不输业 也不肯吃饭 谁劝都不听 他哥没办法找到我 这来说 我躺在病床上表情冷淡 你走吧 我不会去的 柳如烟是死是活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有关系 他哥鼻子都快气歪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大概不知道 他妹妹亏良心的是更多 我懒得跟他扯皱着眉 眉又重复了一遍 我再说一遍 柳如烟是死是活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麻烦你们柳家人 滚出我的病房 阿伟 门口传来微弱的声音 但还是被我清晰地捕捉到 我扭头看到柳如烟 惨白着脸扶着门框 病房里静悄悄地 只剩我们两个 柳如烟深深吸了口气 嘴唇颤抖 你刚刚的话 就是你听到的那样 我别开眼 柳如烟一步步靠近 你要不要也捅我两刀 那样就扯平了 他眼泪刷地救下来了 杨伟 别这么对我好吗 柳如烟又凑上来 又被推开 循环往复 他这么一折腾 伤口也裂开了 白色的纱布往外渗着血 我忍无可忍 你他妈脑子有病啊 非得这么做见自己 柳如烟扯着笑 你要是不愿意 他抓着我的手 放在他伤口处 阿伟 你离开我的每一天 我都在悔恨与痛苦中度过 我不知道自己那几年 怎么就魔障了 明明你在我心里 才是最重要的 明明所有人夹起来 都比不过你 我却一次次干混账事 是我傻 我犯蠢 我不敢再求你原谅吗 但你让我带你身边照顾你 我不能离开你啊 他的神情痛苦极了 尖色地说 我没了 你活不了啊 我黑着脸挣扎 你给我滚 我受不了你这副疯样子 柳如烟身子僵了一瞬 把水果刀 那你捅了 你往我身上捅 只要你能消气 我求你 阿伟 我求求你 我只是想好好照顾你 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别赶我走 别这么对我 柳如烟又一次哭了 哭得很伤心 他的头埋在我肩膀上 想再给我一次机会是吗 我努力掰开心里的一件件 跟他数之前的往事 还记得吗 我们婚后的第三年 你就不怎么回家了 情人节前夕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跟我说的确实 能别这样吗 跟要死似的 这之后 你带着几博达 去巴黎出差 挺浪漫吧 甚至跨年夜 我重感冒 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 想让你回来陪陪我 可你在哪呢 我眼睛干得厉害 慢慢掰开他的手 所以啊 柳如烟 你哪来的脸 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想听句实话吗 我冲他笑 毫不留情 我现在一见你就犯了 有你在的地方 浑身都不舒服 你今天就是死在我跟前了 我也能眼都不眨地 走出这个门 我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余光中 柳如烟 慢慢弯腰蹲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 那天过后 柳如烟没再出现在我的生活 我和余光又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海岛的生活平静得如同一片湖水 可惜好景不长 我体内的癌细胞扩散得太快了 后期病得严重 吐血的状况倒是慢慢减少 只是开始不分时间 地点 场合的试睡 有几次 余光正跟我说话 说着说着 我突然困得不醒 最初我还会问他 我睡了多久 随着他说出来的时间越来越长 面色越来越难看 我也就不问了 跨年夜这天 童话把我裹得跟粽子似的 今年我就不陪你放烟花了 童话正色道 我有点事要处理 他给我约了专家 有了前车之鉴 这次没有丝毫犹豫 我在烟花下许愿 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童话说 这话使我心头一震 我努力朝他望 我能感觉到全身的力气 在迅速流失 这句话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太疼了 连抬手都疼 我强撑着给他一个拥抱 这次应该真没时间了 童话抱得很紧 身体都在颤抖 杨伟 对不起 我摸索着试探 为他擦去眼角的泪珠 要是有下辈子 我们早点遇见 我一定追你 小姑娘哽咽得不成样子 远处烟花声砰砰响起 童话 我很艰难 很艰难的 换他我想喝你熬的粥了 你再为我熬一次吧 我目光渐渐涣散 不知聚焦在何方 他抓住我肩膀的力气 陡然变大 别睡 杨伟 我求你别睡 你看看我 你再看看我 最后的最后 我迷迷糊糊的想 这个冬天可真漫长 不过至少我们一同跨年了 这次没食言